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台神之物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盘 我和我网友之间的对决 再次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模式 因为我的这个网友在中国大陆的福州市 我俩有时差 因此我俩想下棋的话 一般就是走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是48个小时 你动一步就行了 然后我们经常下这个模式 这一盘也是我到目前为止 对自己表现最满意的一盘 系统也是这么想的 他给了我91.4的评分 这个评分在我和所有人的对局中 评分是最高的 当然之前有一盘是对手开始就送子 故意送子 然后我几步就把它给僵死了 那一盘我获得了978分的评分 当然那盘就不算了 因为对手故意送 下面我们来看这一盘棋 这盘棋是我直白对面直黑 我一开始就走我比较擅长的意大利开局 我直白一般都是走意大利开局 好意大利开局 然后我跟这个人也下了四五十盘了 我的这个网友他面对意大利开局 一般喜欢顶这个兵 然后像过来牵制我这个马 我对他比较了解 对然后他这盘也是这么做的 然而就是我在这个出了马出了像之后 只要对手没有马跳上来 我一般都是想办法把这个兵送到这个格子里 这一盘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先顶这个兵 然后他这个时候可能是怕我马跳过来 因为这个马跳过来的话 威胁这个兵有可能会意大利开局 就是几步就把你僵死的那种 不过他这个水平也足够能看得出来 然后我这个兵就顶起来了 他吃我吃 然后他如果吃我我就吃回了 然后我再顶他这个马 这个时候他牵制我 因为这个牵制没有任何第二个子能威胁到我的马 一次这个牵制我暂时不管他 继续攻我的兵 他如果这个马往这边走踩我像的话 我就这么直接将他 然后不过这个条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现在不能那场 我就把他这个马就吃了 对 好我们再再看比赛 顶起来回去 我王居一位 然后他马跳上来准备吃我这个兵 我先拱了他一步像 把这个像给他看 能不能给他轰走 结果没有轰走啊 还是在这 然后这个兵 我的这个兵就没有子力看 这个时候我选择出居看 这个居一会起了大作用 大家马上就知道 然后他这一步棋 就是在我眼里看来 就是不知道该走什么了 观望一下 然后再再看 这个时候我马只能跳这儿了 就把自己的这个黑格像完全锁死 不过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封闭式的 这个中心被完全封闭 这个马要紧快出去 这个时候他顶我像 像回撤 他在这样 这个时候我如果选择这个国际象棋 有一个兵的特殊走法 叫吃过路兵 我如果这么一吃的话 他这个马一吃 我的这个中心就丢了 然后就不想这么做 然后就没有吃过路兵 把这个兵顶起来 如果他这么吃 我就这么吃 这个中心还是我的 对或者说他这么吃的时候 我马吃上去也未尝不可 对 不过他也没选择吃我 他选择也是把这个锁死 这个时候我想了想 这个时候我有几个选择 第一个比如说我锁死 如果这样锁死的话 我的这个子就全封到这里了 黑格像白格像 一个都动不了了 然后这个之后也是得 得这个马怎么跳也很费劲 当时我看到 当时走到这个时候 我看到他的这个 整个这一片啊 后翼这边就很空 我就想办法看能不能有 这种办法 但是在走之前 因为怕这个像过去 我这些子连 鞋鞋铜的时候 这个牵制没解决 因此我就先 对 先走了一步像 看看他什么反应 他这个马回去 因为这个封闭局面 马的位置很关键啊 他是少整马的位置 将来可能这个马想过来啊 什么的 这个时候我就准备实行计划 但实行计划前 我先把这个像给他踢掉 他像只能跑 然后我将 这个时候他只能垫马 如果动王的话 这个王就会非常危险 在这个局面下 垫后的话 那就更是恶手 他只能垫马 然后我的这个像飘过来 直接 我这么走的话 我会得兵 因为他现在只能躲局 而且我整个把这全控制住 他就很难走 我到时候把这个兵顶上来 我能转他这么一个兵 然后他躲局 我顶兵 然后 他很着急吃我的像 因为这都被我一个像 就全封住了 我吃他兵 这个时候他 马换像 我吃掉他的马 这个时候我还是先手啊 因为我先手 拱这个马 还是 到他得躲马 他把马躲开 我再吃一兵 然后他吃回来 然后这个时候 我选择吃中心兵 这个中心就彻底是我的了 大家看我这个马 就是控制这些红颜色的格子 非常的厉害 这个像也在我的 这个攻击范围之内 因为这个局面已经开了 像就会比马厉害 我就是想用马换像 而且他会出现一个叠 叠兵 这个时候他出了本场比赛 第一个恶手 这个恶手也是 这个分段 或者是 比这个分段往下走的人 非常爱犯的 就是像和马会被一个兵同时攻击 这个恶手 包括我自己在内啊 就是大家也都要注意 这个时候我马吃他像 要是他不吃的话 那我就白得一个像 他吃上来 刚才这个局 出局保这个兵 现在利益大功 捉双 这个时候啊 当时我走到这步 我想了想 如果我是黑棋 下成这个局面 应该亡居易卫 这个系统也说王居易卫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王居易卫的话 不论你躲像 我就吃马 因为我这一定是带一将 我又是先手 你得躲王 然后 对 如果这样反 反之亦然 是吧 就是王居易卫 让我没有先手 因为这个则是必定会丢的 因此这个 是吧 一个兵 那个啥 这个系统也说这个王居易卫是最佳的 但是他选择直接吃我的兵 我居顺势吃上来 带一将 他这个王飘到这儿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的是他王会往这边飘 因为这边飘的话 大家看我这个兵也快拱下去了 到时候我这个兵拱下去的话 就是配合我皇后 配合我这个居 如果拱下去的话 跟他换子 然后我这儿 比如说变个皇后 变个居呀啥的 带一将的话 这个居会被我抽掉 但是他 他是直接就把王 飘到这儿了 这 这底线全都连通 然后我这个时候 把这个兵又吃掉 现在我是 尽夺他两兵 加一个相 我现在是 可以说就是盛世了 这个时候他马上来 我不能吃啊 我要是马这么吃的话 我皇后直接就没了 然后我 我马上就输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没吃 但是大家看到没 刚才我说这个兵捉霜 现在他没看见 我兵又捉霜 这个时候 这个可是捉的比较厉害啊 捉的是皇后和鞠 比象河马厉害多了 又捉霜 他的这个同样一个食物 犯了同一盘犯了两次 而且就在三五步骑之内 这个时候他只能选择保后 我带皇后 他必须得吃 我变皇后啊 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底线了 又是个先手 他用鞠吃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可以这么走 对 这个时候还 比如说 然后他就该躲皇后啊 什么的 但是这个时候啊 我优势比较大了 我就随心所欲的下了 我直接降了 如果他吃我 我直接把马尸吃上来 这个时候我 净多 冰 冰到不多 但是我净多他一马一向 对 也是盛世 然后我就随便下了 他居然没有管啊 我当时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没有管 然后这个时候 我还是气子 我再吃他一饼 我再气局 你看你吃哪个吧 他选择吃的是我这个 那我顺势 就把这个马就吃掉了 现在我净多他 一个冰 而且我的冰型比他好 净多一冰 一马一向 不过这个向 全程没有动过啊 这个时候 他把这个冰吃回来 嗨 大家看啊 表面上看是 又吃我鞠 又吃的马 抓的双 我当时差一点啊 我当时差一点 就把这个鞠给送了 我当时 一开始没看出来 就差一点走着 然后这个鞠就送了 对 但是我当时冷静了一下 反正是48个小时嘛 我就把这个鞠放这 就全看住了 现在他不能吃啊 他直接就送后了 对 然后 对 我就这么了 他只能躲后 后 躲在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局面下 这个我听一个台湾的一个高手说 我说这种局面下 尽快把后换掉 我就想办法跟他换后 这个先 先上来 因为如果我 他没看见 比如说随便走一个什么呀 这个的话 我就直接就这样 这个后就没了啊 因为他后不能跑 我王 王牵制的 他 他吃我 我吃他 这个后就没了 对 他 他这么僵 那我 仍然是 敬夺他一马一兵啊 也是圣势 结果他看出来了 不过这样的话 对 我这样将他 他王飘上来 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优势就已经 因为我这些子力啊 包括这个像 都已经瞄准这个地方了 现在我还是想办法跟他换后 他不选择换 然后 我放这儿 就准备瞄这个地方 看能不能把他给僵杀 他没看出来啊 他 不是 他说他看出来了 但是说他就直接就躺平了 他这个时候将我就输了 这个时候将我 我往往上一飘 下一步 你看 这儿说五步杀 这个五步杀是 包括这些妻子呀什么的 这都算进去 实际上就 两三步就杀了 这个时候 他的正解是什么呢 居放这儿 但是这个居放这儿也没用啊 我直接这个沉寂了 整场比赛的这个黑格像 直接火箭发射就行了 如果他选择吃 就是我 我选择气象 如果他吃 我僵 因为这个马看着 他只能回去 我这么僵 就给他僵死了 如果他不选择吃相 来 然后 然后 然后他 居放这儿 比如说 然后我 我这样 如果他不选择吃相 他别管怎么走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这个 比如说这样 这样 然后他 比如说 他这么走吧 我直接这么将他 他只能吃啊 要是他躲王的话 那这 是吧 或者我直接就给他吃 吃掉 他再这样 这样还是僵死啊 对 然后比如说 他这么放 我后吃 然后 他 他 他比如说 随便走一步 走到这儿 然后我这样 他吃 我再这样 这也没希望了啊 这也没希望了 哎 不对 我 我说错了 如果他这么走 我直接 也是这个 贴脸 将杀 就是 不过他就已经放弃抵抗了 他跟我发的两个字 就是躺平 后一退 游戏结束 对 全 全场比赛 我就是这么一个 这个不算恶手 这个算失误 不过在我眼里看 还算正常 这个不及阶段 我就 意大利开局 我听人说过 这个 白格就想办法 把这个兵放到你 第五 就能有一些优势 对 这个就是我跟这个人的对局 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评论区留言 再见 再见